目前這個是網路的說法 官方還沒有承認 但是我們看到八二一四川的洪災 都可以掩蓋這麼多天了 這個保定八十二圈的狀況 我們持續來追蹤 另一方面來看看 剛剛講到李強 會不會李強去不了新疆 但是連印尼也去不成呢 現在傳出推背圖上 有三個人可能要被問責 但最近這個推背圖的四十六項 我們先來跟各位 稍微簡單的做一下 分享一下 這上面寫什麼呢 這上面寫的是說 有個軍人申代公 指言我是白頭翁 東邊門裡扶金箭 勇士後門入地公 來一個字一個字來做解釋 有一個軍人申代公 軍人申代公是誰呢 我們先來看 軍人申代公張又俠 張又俠是張嘛 那張旁邊是不是有個弓箭 重點是在下面這句 指言我是白頭翁 這句話很玄 為什麼是白很玄呢 很簡單 白頭翁的下面是不是一個魚 魚下面再加一個白 各位是不是習近平的習 所以各位重點在這邊 指言我是白頭翁 那重點還有下面這句 東門 東邊門裡扶金箭 東邊是哪邊 各位我們都說嘛 西邊 美國那邊叫西邊 那東邊叫亞洲 那扶金箭呢 金箭合起來是流 剛好就是這個人 而這個人很重要 這個人叫劉亞洲 最近被冰起來了 最近他也被冰起來了 那因為說中央的壞話 所以他也被冰起來 他好像判死緩對不對 對對對 目前是判死緩 重點還有後面這句話 勇士後門入地宮 勇士後門入地宮 各位是誰 剛好又是李強 而且請各位注意 他也是一個有代工的 強制也有代工 強制跟張智一樣 也有代工 但這一則所謂的推背圖的46項 是說什麼 是說有一個君王 他非常的昏庸 所以要有一個人站出來 所以這當中 所以後面是寫萬人不死 一人難逃 重點是在這句萬人不死 一人難逃 死萬人這樣救一人 所以重點是後面會怎麼做 我們就持續來看 但中國最近很多的狀況 大家都覺得不太對 我們現在看第一個 最近網上一直在傳 傳說什麼 傳說胡錦濤已經回天家了 已經去世了 八月二十九號 女美的一個寫者 他就爆料 他就說美國的媒體 已經衝到中國去了 要去看報導胡錦濤 看這件事情後面是怎麼樣 但是後面這件事情 後來不了了之 最近就在所謂的石家莊 各位這個坦克車 也太多量了吧 上面高鐵在跑 旁邊就是所謂的坦克車 那坦克車這麼多的一個 坦克車突然間調到整個北京去 就如同剛才鄭浩所說的 會不會是真的解放軍被團滅了 所以所有的軍隊不見了 趕快從外地把坦克車給調進來 但這些事情 中國他們不是民主國家 他只要不告訴你 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但我們只知道 最近很多事情 把他結合在一起之後 你就知道中國當高官很危險 你說不見 馬上不見 這個內外交相破的情況怎麼辦 就是要吹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 民粹的精神出征日本就對了 最近中國經濟不好 正在想不到招 想不到呢 三一一大地震滿了十二年之後 福島的廢水 他排出來了 中國找到了情緒的出口 現在找到情緒出口 第一件事情 先把鹽全部都搬光 為什麼呢 過去的鹽是乾淨的 現在的海水是髒的 所以未來的海水 提裂的海鹽是不能夠買的 所以搬鹽是這個邏輯 是不是 我都想不通 然後再來 概格技術器全部買光 為什麼呢 很擔心未來會有所謂的核輻射 那這個禮拜 該買的都買完了 現在要開始抗議了 打電話 那打電話呢 打去哪邊呢 打去駐日的食館 打去飯店 打去整個包括了 像餐廳 很多的一個地方等等的 可是呢 當然日本他也不是省油的燈 一來日本大使也抗議 那目前日本呢 他們就突然間想到一招 哇 有法幣有破 發生什麼事呢 最近日本有一個飯店 你只要電話進來 是正86的對不對 他開頭進來有彰化 他馬上回你小熊維尼的主題曲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回小熊維尼主題曲 這有什麼奇怪的呢 各位這有貓膩的 中國呢 他們有一些所謂的禁令 那你如果說呢 你的整個直播啦 你的那個所謂的很多的帳號 你只要讓他聽 中央有監聽嘛 有小熊維尼的主題曲 直接擦掉 直接剪掉 所以是放大卷 那我們現在看喔 後面還有誰呢 更氣了 直接油炸日本 哇 那個日本 整個就丟到整個油鍋裡面去了 炸炸的 那我一直在想 這到底是年糕啊 還是蘿蔔還是蔬菜的 後面我終於看懂了 最後面那個鏡頭 先跟各位說 這個是餛飩皮啊 這個就是餛飩皮 特別用餛飩皮一張一張的 把它堆疊起來 切了一個日本 切了一個日本 這也是目前的一個狀況 但沒有想到現在出現了一個 非常糗的一個情況 這個叫打船 種飛機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中國人就生氣了 我們那個日本料庭 日本日本料理 我通通都不吃 我們就抗議抗議抗議 很生氣 結果搞老半天 日本抓的漁產 他們價格比較貴 所以他們都賣到倫敦 賣到紐約 賣到歐洲 賣到比較貴的一個地方 賣到新加坡 其實日本料庭 日本料理用的整個漁產 是中國人自己抓的 所以現在就很麻煩 發生什麼事呢 他們日本 現在當然他們有些損失 他們說損失 大概是幾億元左右 可是現在中國的漁民 他們抓到的鰻魚 他們所抓到的高級的那些 不管是什麼干貝 包括了魚類等等的 現在都賣不出去 好多的漁民說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本來是說要抵制日貨 怎麼抵制的老半天 居然是抵制到 我們自己本身的一個國貨呢 所以現在很多的中國漁民 他就哇哇叫了 沒有想到這個對臺灣來說 是一件好事 發生什麼事呢 過去中國漁民 很多人他就跨界捕魚 他跑到我們臺灣來捕 捕一捕 他們就回去他們那邊賣了 那最近中國的漁民 就生意沒那麼好啊 第一個跨界的變比較少了 第二個大家突然間發現 如果大家能夠減少衝突的話 其實也是好事一件 所以沒有想到這次排廢水的過程當中 中國的一個抵制讓整個中國的漁民 跨境捕魚的專案件大幅的一個減少